HELLO 大家好 那我們就準備開始囉 這邊偷偷計時一下 好 那首先 先稍微自我介紹一下 請進 請進 就是 我是孟靈 小明文藥檢測夫妮 然後喜歡喝淺堆咖啡 參與卡吃點時請多指教 這樣子 那今天想要跟大家講完講題 是RELSORM的產生經驗談 那這次的主題的話 前面會稍微提一下 為什麼我覺得在用ORM 可能會有一些採坑上面的經驗 然後第二個部分的話 會有一些案例 會有兩個案例的分享 後面想再多花一點時間講兩個 我覺得大家在用RELS 有可能有用到 但是其實自己並沒有意識到的兩個機制 一個是Querie Patch 然後另一個是Prepare Statement 然後最後的篇幅會花一點時間 講N加1Queries這樣子 好 那首先呢 想要先來做個簡單的自質示意的部分 第一個是題目上面的ORM是 Object Relational Mapping 那它基本上指的是一種 Programming上面的技巧 就是我們去把物件導向程式裡面的物件 去跟這要庫裡面的RELSORM 去做為一個Mapping的連接 然後藉此去打造物件導向程式 跟我們這要庫之間的橋梁這樣子 那以狹義上來說的話 是Relation 所以技巧上它應該是指跟關聯式交互之間的Mapping 但舉例來說就是 比方說可能用Mongo的類似的東西 它會把它這樣子的機制稱作為ODM 因為Mongo是一個Document的Data Base 所以他可能就會覺得說我這個東西叫做 Object Document Mapping 類似想像的機制 但往右上來說即便是NoSQL 我們也會把這樣的機制稱作為ORM這樣子 那我們在開發的時候 就會用到一些ORM的套件或是工具 那這些工具的話 可以讓我們不用直接寫NoSQL 也可以就是用這些工具來對這樣工具做操作這樣子 那第二個想要說明的部分是ActiveRecord 那我一開始在寫RELS的時候 會覺得說ActiveRecord 應該就是RELS的東西吧這樣子 那實際上ActiveRecord它其實最早是一個 就是有個大神叫做Martin Fowler 他提出來的一種架構模式 就是ActiveRecord Pattern這樣子 那我們在RELS裡面 第一次用的這個ORM工具 ActiveRecord它其實就是用ActiveRecord Pattern 這一個設計模式去實作的一個ORM的框架這樣子 實際上在其他語言裡面也會有ActiveRecord 舉例來說像PHP的Eloquent 就是它的一套ORM 那個叫什麼 Lataville的那個ORM的工具 它也會在它的說明裡面說它是一個 SIMMLE的ActiveRecord implementation 它是一個ActiveRecord的實作這樣子 除了之外還有像Python的ORM 然後它也有說它是一個ActiveRecord 就是說它其實背後是用ActiveRecord這個架構模式去設計去做的ORM框架這樣子 那後續在本文中提到的ActiveRecord會支持就是RELS的ORM tool ActiveRecord這樣子 好喔 那做完的支持事之後我們就回到我們的主題 主題是為什麼會踩坑嗎 那我自己簡單把它踩坑分成兩種類型 我覺得第一種類型是 我可能對這個工具還不是很熟悉或不夠了解 然後或者是我不知道它的行為 不知道它會有這樣的行為 所以導致了問題這樣子 那在接下來的說明當中 其實都會針對綠色光光這種才能做的聰明這樣子 那另一種的話 綠色光光這種就是 可能這個工具本身上設計上有些缺點 或者有些局限所以才導致了問題 但我會覺得這件事情 就是我可能常聽有人們抱怨這件事 但我會覺得本身會有一點比較主觀一點 就是大家可能會覺得工具上的缺陷和局限的點 可能想法會不太一樣 這樣子 那我可能在這一次就會比較少提到這個部分 那可能有哪些東西 或是大家覺得比較像是工具的局限或是缺點 有可能比方說 大家在維護一個ROS專案 當專案越長越大的時候 有可能就會開始出現一些 然後越長越肥 越難維護 越來越難測試 高值碼力切分這樣的問題 那每個人去解決這個問題的方式可能不太一樣 就是如果慣例上面用的考生也對 所以不共用了 那可能有些人就會自己來去造一些 啊去來解決這樣的問題 但有可能又會衍生出新的坑這樣子 嗯 我覺得這是主要的也是這一個部分的問題 那接下來 如果以對於工具來說 就是可能這不是那麼熟悉 而導致問題這樣的狀況的話 我覺得可以先分層的去想說 到底問題出在哪一個階層 因為我們透過ROS ORM去做操作 他要伸出了原生的query 然後再去找RTDMS去做query的執行 那這個部分可能就會有一個部分是 我的問題是不是出在specific某一種RTDMS上面的設計 所以才會有這樣的問題 那就是我可能對這一個RTDMS都了解 所以才會有這樣的問題 或者是自己是比較偏ROS ORM的成績 比方說不同的DV的adapter之間是不是有一些差異 所以才會有誤解或是有問題的發生 然後再來就是ORM本身的部分 那這個部分的話 我自己是覺得說ROS本身就是一個廚師的黑魔法 然後他很喜歡通話幫你做一些事情 只是他本身的特定就是這樣子 那平常之後我們可能在用這樣的工具的時候 就會非常的爽快非常的開心 就是因為其實我們沒做什麼事情 然後他通通的幫我做一些優化 非常的快樂這樣 但當我們實際上深入在用這些工具的時候 有可能就會再用一些目的信用點才要喝 就是因為我不知道其實 ROS ORM 通通幫我做一些事 我知道Active Repair 通通幫我做的這件事情 然後所以我沒有注意到這件狀況 然後才會就是造成困擾這樣子 好那接下來就是兩個案例的部分這樣子 那第一個想要講的案例是在大家可能剛開始 用 ROS ORM 都有可能會遇到的狀況 就是因為我剛剛就是聽說有 Scope 這個東西 然後就見列心情這樣開心 然後想要拿這杯來用 那我可能會做的像這樣 比較 recent published 的一個 Scope 就是我想要拿這個東西來 然後最新發布的文章這樣子 那我可能會有一個 weird 的條件去 然後已經公開發布的文章 就是它的 Publish 也是 True 這樣子 然後我後面用 Publish 代表去做排序 就是我要拿到最新發布的哪一筆 然後最後點 pressed 拿第一筆這樣子 那如果今天我的資料庫裡面是 就是有發布文章的話 我用底下的 Post Publish 你們是夠清楚的 好 Post Publish 的時候 我就可以很開心的拿到 就是最新發布文章 但是呢 如果今天我的資料庫裡面 是沒有任何一個 就是符合 Publish True 的條件 就比方說我沒有任何 就是已經通常出現我的雜話呢 我的 Post Recent Publish 就會回傳我所有的 Post 不是我未公開 Post 就會回傳出去 那為什麼會發生這樣的事情 那這個部分的話 如果我當初有比較仔細的去看 RealSky 它其實有在它的 Guide 裡面說明清楚說 我的 Scope Body 它應該要預測什麼呢 它應該要預測的是 就是 Active Record Relation 或者是 Meme 所以像剛剛我點 First 就是回傳這個東西 它就已經不是 Active Record Relation 了嘛 但我其實就是不應該用這樣的操作 那實際上 Scope 這個東西 本段的設計就是 它比較像是一個鎖鏈 或是像是一個 Chint 也是可以就是一個 Scope 串著一個 Scope 這樣子 去把它串起來的 那為什麼它可以這樣串起來 就是基於我每次 Return 都是 Active Record Relation 我才有辦法去做這個 就是串起來的動作 這樣子 那至於為什麼會有 就是裡面可以回傳 Meme有這件事情呢 如果我們要比較仔細的去看 Scope 的文件的話 它其實有一個使用情境是 我在我的 Body 裡面 就是我是有條件的 如果我今天符合這個條件 我就會在我這一個 Scope 後面再撮穿的 Wair 就是 A-Wair 回蓋的鞋是什麼 類似像這樣 但如果今天這裡的回傳是 Force 或是 Meme 的話呢 應該說這邊如果它是 Force 的話 它這裡就會有回傳 Meme 有嗎 那就相當於我沒有把這個 Scope 傳上去這樣子 就是其實它回傳 Meme 的情境是為了要處理這件事 所以如果今天我這一個 Scope 的 Body 裡面回傳 Meme 那就相當於回傳我自己 就是我將來沒有把這個 Scope 傳上去這樣子 那我覺得以這個情境來說的話呢 如果我今天有比較詳細的在看文件的話 有可能就可以辨演到這樣的問題 那接下來是第二個狀況 第二個狀況的話 是我在用 Mongo 的 ODM 就是在廣義上來說也算 Wair 馬 就是有時候遇到的其中一個狀況 那這個狀況是什麼呢 我今天有一個 Mongo 的 Criteria 我可能有某個 Model 應該說 Collection 然後我顧面可能就是想到某個 Scope 就是我有一些 Filter 那最後我沒有去做 Sorting 那我可能就撈了一些資料 比方說 100 筆或者是 38 筆類似想在 那我就去看它的 First 的 ID 那以 Criteria 的 First 跟 Best 它的文件裡面就會說 今天如果沒有 Sorting 的話 它其實會幫你加上一個 ID 的 Sorting 這樣子 那如果今天沒有指引 Sorting 它就會不會做這件事情 所以當我在點 First 的時候 我預計它應該會用 ID ASC 來排 然後拿第一個 ID 給我 這樣 最後有 Last 的那一個 ID 在敲一次 First 的時候就發生多多怪事 就是 欸 我第一次拿到 ID 不是這一個嗎 為什麼我再一次敲 First 的時候 我拿到的確實跟 Last 一樣的 ID 就是欸 如果我只是沒有做到這件事情 我可能會有些有問題的控 但是如果今天我只要指引 Sorting 就不會發生這件事情 然後這件事情就要困擾你 讓我覺得很奇怪 到底發生什麼事情見鬼了嗎 你覺得很可怕 這樣 那後來我是怎麼去研究這個問題呢 第一個是我先把 Mongo 的 ARM 的 query cache 先把它 Uncatch 掉 就是我先不用這個 cache 然後我想要去觀察 每次當我在撈資料的時候 它到底是用就是… 它到底是用什麼樣的方式 去 query 我要的資料這樣子 比方說我第一次先撈第一個 First 的 record 然後再撈一次 Next 的 record 再撈一次 First 這個時候就觀察到一個很神秘的現象 那就是我第一次拿完 First 的時候 它的排序是 ID ASC 的嘛 那我後來用 Next 的時候 它的排序是 ID DSC 當我在試用 First 的時候 它的排序卻是 ID DSC 它跟第一次是不一樣的 我就想說到底發生什麼事情 怎麼會這樣 那經過了一番就是研究跟番号之後呢 就發現了一件事情 大概是這樣的 就是 Mongo 的 War 因為它其實後面 都會去接 Mongo 的 Ruby driver 去做事情 那我拨到 Next 的時候 我的 View 上面的 Sort 竟然就被改了 因為講說我一開始是沒有指定 Sort 的 那它的 Sort 竟是秘密 但是我有用到點 Next 之後呢 我的 View Sort 就變成了 ID DSC 這樣 就是它受到污染 就發生了這樣的狀況 但實際上它確實是一個 Bug 然後這個 Bug 也有在後來的版本中 就是被修正了這樣子 但是就是經過我們對於 War 運 的 Log 觀察 之後呢 就默默的慢慢找出 誒 問題的癥結在哪裡 這樣 然後總之原來是踩到 Bug 啦 就是收一口氣 因為它以為聽到鬼 冷戰 這樣 非常的緊張 所以以上面兩個案例來說 我自己會覺得 如果我剛開始在接觸 講說 War M 這樣的東西 我覺得有兩個比較好去增進自己了解方式 第一個當然就是要好好的看文件 第二個部分就是我覺得其實 Log 會是一個人 可以幫助我們去了解說他怎麼去組 Query 之類的 所以他的行為是什麼 這樣子 阿唔就去錄裙 好 接下來的話 接下來的天賦想要花多一點時間來談兩個 我覺得在 Active Reef 裡面蠻有趣的東西 蠻有趣的機制 一個是 Query Cache 然後另一個是 Prepare Statement 這樣子 那其實有可能大家默默 平常在老資料的時候 都就是有用 Pre-Cache 跟 Prepare Statement 但可能平常沒有特別注意到 或是沒有特別了解他們 然後想花一點天賦來講這樣的東西 然後最後會想花一點點廢物再講一下 按下一個 Query Stats 首先是 SQL 的 Query Cache 如果今天大家有在觀察 比方說 Development Log 或者是 Rose Log 的部分 有可能會發現 當我在同一個 Request 裡面 有兩支一樣的 DB Query 的時候 他可能會有底下這樣的行為 就是他的 Log 第一個可能會去 Low 我要的資料 然後第二次的時候 他前面竟然出現一個 Cache 而且好像時間很明顯的減少這樣子 那實際上 Brows 背後做了什麼樣的事情呢 那就是他有一個 Query Cache 的機制 然後這個機制的話呢 他在你第一次 就是撈某個資料 做某一次 DB Query 的時候 他會把他的 Query 本身 還有他的 Result 就是他回來了 Result 把這樣的東西 就是寄在 Memory 裡面 那第二次 如果他今天敲到一樣 Query 的時候 他就可以在 Memory 裡面把這個 Cache 找出來 然後拿這個 Rebuild 再去變成是我們在操作的 Relation 這樣子 那這個東西的話 他的生命中期只會在一個 Control 的 Action 裡面 所以就是我每次 Request 進來 然後可能會 Cache 那下一次 Request 是下一次 Request 的事情 這樣子 那這個東西的話 在 Rows console 裡面 預設是不會打開來的 所以如果今天你想要做一些測試 想要做就是 試試看之類的 那其實是可以用 Enable Cream Cache 去把這個東西打開來測測看 然後呢 可能講到 Cream Cache 就會有 有些人的問題是 如果有 Cream Cache 那 Memorization 會不會選的沒有必要 那這裡指的 Memorization 就是 我們在 Code 裡面 可能會有類似相片的操作 我可能定義了 正面鳥 跟在環尿一樣 上個 WID 的改 總之呢 我們可能會有一個像這樣子的 method 就是 Publish Post 裡面有一個 Instance Variable 它第一次被 Cache 的時候 它是密有 所以它可能會走到這邊來去 拿 DP 裡面就是發布的 Post 這樣子 那第二次的時候 我再 Cache 這個 Publish Post 它其實就是直接把這個 Instance 裡面 寄到我這個 Relation 然後就把它回回去 也是像這樣子 那我覺得它跟 Cache 跟 Memorization 裡面 有一點點的差異 差異在這邊 就是 Cree Cache 的話 它會減少對 DBE 查詢的開銷 就只說我用了 Cree Cache 那我去 Memorization 拿到這個 Cache 的話 我就不需要再去對 DBE 做一次查詢 但是 Cree Cache 會記的東西是什麼 它會記的東西是 Active Vector Resort 就是它從 DBE 查完之後的一包 Vector 這樣 它其實不是 Active Vector Redemption 所以如果今天我要再把 Vector 轉成 Active Vector Relation 之類的物件的話 其實你還是會有一個成本這樣子 所以我覺得它會有非常機會的差異 平常可能你們有差很多吧 但是如果今天是代表物件 有可能會有較大的差異 好 那我要怎麼去看我的 Cree Cache 呢 像我這裡就有靠起來 要如果 Cree Cache 它進在哪裡 那我們可以用 Active Record Base Connection Cree Cache 去看到這個東西 那它其實就是一包 Hatch 這樣 然後它的 Hatch Key 是什麼 它的 Hatch Key 會是我們執行的 Query 就是我們執行的 DBE Query 這樣 那它裡面呢 比方說這邊還有 DBE 階層 為什麼會有 DBE 階層 是因為給它會講到 Prepare Statement 它有可能會因為它是 Prepare Statement 所以它這邊會寄 Prepare Statement 的 Programmeters 這樣子 然後再下一個階層 就會是我們的 Active Record Result 只是它這邊會寄它的 Column Type 還有 Columns 然後最後這邊 Roles 就是它拿回來的那一包 就是 Query 回來的資料這樣子 好 那 Cache 會造成什麼樣的問題 或是這個 Query Cache 有可能會有什麼樣的問題 第一個問題是所有 Cache 都會有的狀況 那就是 Cache 就是不是最新的資料 但有些操作我們可能會希望資料去保持最及時的 那這種時候我們可能就會手動的去清掉 Cache 或者是會去比誰那麼 Cache 這樣子 然後呢 第二個問題的話我覺得比較特殊 那就是 Crane Cache 如果我們沒有主動去 Clear 它 然後它的生命中期還沒有結束的話 這個東西當你在執行各式各樣不一樣的 Query 的時候 它其實就會一直把它寄起來 一直把它寄起來 一直把它寄起來 然後就是越長越大 然後 Roles 也沒有主動在把這個東西清掉 就是如果它是弄走起來沒盜起的話 它不會主動就是覺得它長太悲鬧去 就不會做這件事情 所以我們可以做個實驗就是比方說 有可能弄十萬種不一樣的 Query 然後去看看說我的 Crane Cache 是不是它的 Keys 也有這麼多種 就發現它是能不能把它全部寄下來了 這樣子 所以在某些情形下就會發生這樣的狀況 就你的 Crane Cache 寄了各式各樣的 Signal Query 各式概念 走一個 吃一個 吃一個 吃 然後另外一個 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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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大家就想說 為什麼 我的 Mail Recon 上學那麼大 實際上 平常大家不太會遇到這個問題的原因是因為 就是我們平常一個 Control Action 的生命中期裡面 不太會做這麼誇張的事情 就是有很多不同的 Crane 然後寄了資料啊 什麼之類的 但在哪裡很容易遇動呢 就是在我們的 Background Drop 裡面 就是我介紹我們是 Roles 以後呢 就是 Background Drop 這邊 它其實是會把 Crane Cache 打開來的 那就會造成有些人在跑 Drump 的時候 遇到這個狀況 我們有點奇怪 為什麼就好像越好 然後它那邊有一個考充器 就越來越好 越來越好 怎麼會這樣 然後就有人把毛頭指向 Crane Cache 欸 真的 這東西一直在把我們的 Crane 結果寄下來 類似像這樣的狀況 那這件事情 在未來 有某種是可能會改善的 就是在目前的版本 還沒有這個東西 但在未來的 就是它已經 language 它沒有進 最新的版本 這樣子 就是它之後會把它改善 有 RU 就是 Least Recently Use Cache 也就是說 當我有用到 Cache 的時候 我就會把這個計劃放在最前面 那我可能會有個 Max Size 比方說 100 像這邊 它地方一直 100 所以當我累積越來越多 然後定 110 個就被推掉 然後就 Bye Bye 類似像這樣子 那就比較不會遇到剛剛那個 欸 管它什麼都吃下來都記起來 然後 每一會卡上去很大的問題 這樣子 好 那未來的話呢 在 Database Config 裡面 也可以 就是去設定 Cache 的 Max Size 然後或者是把它關閉 這樣子 就是比方說 它訂購是 100 然後 就是可以把它設成 200 啊 其他東西 然後再來呢 就是 以前 Cache 這個東西 是沒有關閉的機制 就除非你用 App on Cache 之類的 這樣的方式去管用它 那以後可能會有一個 Db 的 Config 可以直接去把它關掉 那希望 這東西如果不會改的話 就是如果順利的進到下一個 RU 上版本的話 大家就可以用到它 這樣子 所以我應該這邊應該結束了 好 接下來就要講到下一個主題是 Prepare Statement Prepare Statement 的話呢 這東西其實是很多 RDBMS 會有一個機制 就是 我會先用 Prepare 這個 Keyword 去跟我的 RDBMS 說器 幫我準備這個東西 請你在你那邊準備一個 Service Object 然後幫我的 Statement 存起來 這樣子 那它就會把這東西記起來 然後做一些 Passing 的動作 那後續呢 我們就可以用 SQ 這個 Keyword 去跟大家講說 我之前準備一個 Prepare Statement 請你去幫我執行它 類似像這樣子 我自己是覺得它也像是一個 Keyword 嗎 然後中間你只要再把 Parameters 聽上去 它就變成是一個完整的 Statement 這樣子 那 使用方式的話 比方說我在這邊 就是用 Keyword Prepare 就跟它說我有一個 Prepare Statement 比方說叫 Test Prepare 我可以自己取名字 然後它收一個 Permit 只是 Int 那 底下的話 我會給它我的 Statement 比方說 撈到 ID 撈名 然後從 Store 這樣 調去撈 然後 Limit 這邊放的是我的 Parameters 這樣 那接下來 後續呢 我就可以重複的去使用這個 Prepare Statement 我就可以跟它說 欸 幫我 Execute Test Prepare 3 那這個 SQ 就是這個 Int 的位置 它就會填在這個 Limit 的地方 所以它可以把三個東西撈回來 這樣子 那我們在不同的 RDBMS 會有不同方式 可以去查 我們現在有哪些 Prepare Statement 比方說 以 Postgres 來說的話 我可以用 DG Prepare Statement 去撈出 我現在有哪些 Prepare Statement 這樣子 再來 Prepare Statement 這個東西是跟著 DB Session 所以 一個部分是它沒辦法畫 DB Session 再來就是 DB Session 如果結束了之後 這個東西就會跟著一起擺一擺 這樣子 但我們也可以主動的去跟我們的交互說 我想要 DG Prepare 這一個 Prepare Statement 基本上大概是這樣子的極致 好 那為什麼這個東西 用這種有益處呢 就是它有什麼好處 好處是 如果今天我們 Prepare 的 Statement 就是我們可以重複的使用它 而不是一直送重複的 Query 的話呢 我們第一個部分是 我們可以減少一些 重複的 Parse and Analyze 和 Rewrite 如果今天我們是送個 Single Query 就是它不是用 Prepare 的方式的話 它會經過幾步驟 就是它要 Parse 要 Analyze 要 Rewrite 然後最後再去 Plan Query Plan 然後再做執行 那如果我們今天用 Prepare Statement 那有可能在 DG 的 Internal 裡面 它就會在 Parse, Analyze, Rewrite 自己的步驟 在第一次 Prepare 做一些準備 那後續就不會這麼的花時間 它就可以減少一些 就是這個部分的開銷這樣子 但實際上它是怎麼樣去做這件事情的 在每一個 RDBS 裡面 還是會有比較細節 比較細緻不同的處理方式這樣子 那第二個部分就是 如果今天我 Prepare Statement 就是一個 Loro 等 然後非常大的一個 SQL 如果這個東西常常重複時期的話 每次都把完整的 SQL 送過去給 Marti Vivian 就會很靠流量 那如果我可以第一次 Prepare 的時候 把完整的 Loro 等的那個 SQL 傳給 Marti Vivian 叫 Prepare 下一次我就只需要像剛剛那樣 Budge 等於講說 Test Prepare 然後把我的 Parameters 給它 那這樣子我就可以減少一些 Nailwood 上面的流量 這樣子 好 那 Prepare Statement 這個東西的話 Rails 就拿來加以利用 那加以利用的點是 如果今天 Rails 這個機制是開啟的 其實它會幫你把 就是你送出去的 Query 都變成是 Prepare Statement 就是你好像以為你在執行 Simple Query 沒有 其實它是把你變成 Prepare Statement 這樣子 那如果你是用 Postgres 的話 然後也沒有去把這個功能關起來 那它第一步就會是開啟的 其實你一定有在用這個東西了 這樣子 那如果今天是買 Single Tool 的話 它是後來才支援的 它會需要就是你把 Prepare Statements 在 BV 的 Database 的 Configure 裡面 去把它打開 你才會用到這個東西這樣子 然後舉例來說 我們可以用 Activator Based Connection Prepare Statements 去看說我們有沒有把 Rails 這個機制把它打開來 然後我們也可以去觀察你的 Log 如果今天是 Single Query 的話 我問我好像有點反動 應該還好 就是它就是看起來就是一個 Single Query 可是如果今天你有用 Prepare Statement 它其實你就會發現它把某一些東西 變成是 Parameter 在你重複的使用這些東西這樣子 那使用 Prepare Statement 的話 有可能會踩到什麼樣的問題呢? 其中一個是如果今天你的 DB 裡面 很常用到 Transaction 然後就是在做 Schema Trim 然後再跑 Migration 有可能會遇到這個問題 就是 Active Record Prepare Statement Can't Expire 那為什麼會踩到這個問題呢? 原因是因為我們 Stima 都有電動的話 我們的 Prepare Statement 有可能會過期 就是我們拿那個 比方說 Select 的信號好了 然後多了一個欄位 它其實就變了 就有點問題 它不能再用原本 Parising Analyzing 過的東西來用 那就會過期 如果今天我們不在 Transaction 裡面的話 就不是用 Active Record Raise Transaction 的話 VIROS 會主動幫我們去做 DIF 從事的固寸 可是如果今天你有用 Transaction 那 VIROS 不太確定你在 Transaction 裡面保有什麼 不知道你可不可以從事 因為比方說 有人可能會做一些不好的事情 像是在 Transaction 裡面去送 Request 跟人家說扣環啊什麼這些 那如果直接操作重複的話 有可能就會發生不好的事 所以 VIROS 就會 Raise Error 叫開發者自己去做處理 像這樣的狀況 所以如果今天你的 Transaction 是可以從事的 那有些人就會直接 就是如果 patch down 這個 Error 然後就再從事一次 那基本上就沒事了 那或者是 Error 他不可以從事 然後自己就是想辦法 Handle 一下這個部分 後來在 RIROS 期之後呢 就是有做一個 Config 去改善這件事情 那他是怎樣去改善這件事呢 就是 RIROS 它這種產的 Query 常常會產說 Serize 信號的 Query 那只要他用這樣的方式 就是你每次新增欄位的時候 就會踩到這個問題 就會踩到那個 Previous Demons 過期的問題 這樣子 所以後來加上這個 Config 如果你把這個 Config 打開來的時候呢 就是 RIROS 在 然後這樣的時候就會清楚地列出 他大概要勞到哪些欄位 這樣子 但是這個東西還是沒有把它避免的 總不光你做 After Column 的狀況 就是你還是會繼續踩到 Catch Expired 就是需要自己去 Handle 一下這樣子 好 最後來進行動作一 part 就是 N加 1 Queries 的部分 那請你先來做一些簡單的聰明 就是什麼是 N加 1 Queries 呢 所以我會用這個 流媒的數量 我偶然用執行 N 次的查詢 所以一種說法是這樣的 就是 我前面有這個 第一次 Query 導致了後面 N 次的 Query 的狀況 這樣子 但是我有聽過那種反壞的說法 就是 它會說 我前面這個 Query 撈了 N 筆記錄出來 然後後面這 N 筆記錄在 就是 拿到它的 Assaysation 的資料上 各執行的一次查詢 所以叫 N加 1 就是可能看大家覺得哪一種方式 比較好臨近 這樣 那 N加 1 Queries 會有什麼樣的問題呢 第一個是 我們的 Application 去跟 Db 溝通 去查資料這件事情 本身是會有很多開銷的 比方說像 Network 的開銷 就是 Network 上面的流量問題 然後再來 就是大量量重複的 Query 的話 也會增加我們 Db 的 Loading 然後再來就是 Hello Db 要時間 然後這樣累積起來 就會讓我們的 Request 的 那個 Response 時間變長這樣子 那大家可能就會想說 就是這不是老師常談嗎 就是每一個寫 Reels 一定都會被各種告知 說你叫做 N加 1 Queries 啊 對不對 每個人都知道這件事情 幹嘛要再拿來談 那我自己覺得 蠻有趣的一個現象是 欸 每一個人都知道 N加 1 Queries 但是我維護過每一個專案 都有 N加 1 Queries 就是讓我覺得非常的有趣這樣子 有時候就會想說 那是怎樣 但是這個問題很難避免啊 為什麼會這樣子 那我覺得 當然另一種可能性不排除 就是開發者覺得這不是一個問題 只要對這個產品來說 這不是問題 那都沒有必要去就是避免它嘛 這樣 但是有另一種可能性是 因為我們其實都很想避免人家的 Queries 可是開發者沒發現 Core reviewer 沒發現 然後最後 他就進到了 Production Call 裡面 然後就是逃過大家的法頁 那我自己會覺得這個現象的話呢 某一個部分就是 不知道欸 就是它原罪嘛 因為我們今天可能會在 Viewer或 Model 或者是自己做 Presenter 這些地方去各種就是 拿 Association 的東西來用這樣子 但實際上我們要記得去 Pre-load 去 Big-load 的地方 是我們所說的 那在分散不同版案的情況下 對於開發者來說 就是要記得要怎麼樣去 就是 處理 Anti-queries 然後你要記得這些事情 或者是對於Core reviewer來說 要注意到有時候就會變成 就是比較困難的事 那我覺得這部分可能 的確是會需要 其他工具的解決 就比方說 我們可能常常會用 Bullets 去觀察這些問題 或者是有其他的 像 APN 之類的工具 就比較容易去 Detail 這樣一個問題 然後在這裏目眼熟的再提一下 就是消滅 N 加 E queries 的三兄弟 那我們都很簡單的 大概帶過去這樣子 那三兄弟就會是 Pre-load Either-load 跟我們的 Includes 那以 Pre-load 來說的話 我覺得 RealStyle 其實寫的蠻清楚的 就是他有說 就是我們每個 Association 會用 Pre-read 去拿出來 所以我的 Payment 是我的 Main query 那我再拿到 我的 Socialian Wallet 的時候 他就用他自己的一個 Pre-read 去把相關的 Wallet 拿出來這樣子 那如果是Either-load的話 就是他的所有的 Association 會用 Left Join 的方式 去把他拿出來 我時間都快到了 嗯 然後就是 比方說我這邊 Either-load 的話 它是這邊 Select Payment 然後在 Left Join Wallet 進來這樣子 那如果 Includes 還不錯的話 我覺得 Includes 一載 它的書名都很一定會 我記得 RealStyle上面的說法是說 什麼會用 Minimum Possible Query 之類的 就是非常的隱會 但基本上呢 如果沒有在走進 Undex 的特殊情況 它都會是 Pre-load 就是它會是 每一個 Association 或是 一個 Separate Query 然後之後 就是如果它有在特殊的情況 比方說我的 Where 條件 跟我的 Socialian 線有關 它就會用 Either-load 的方式漏進來 OK啊 我現在剩幾分鐘 嗯 嗯 好 沒事 有 然後接下來 簡單的再過一下 就 Bold 的這個 Jam 那我覺得這個 Jam 蠻有趣的地方 是這樣 所以它分成兩個部分 第一個部分 我覺得是它的核心 就是 Detector 它其實有 Simon Detector 就是 Anti-Queries 還有沒有用到的 Either-load 頂根 就是可以被 Counter-to-Catch 取代的 Count-Queries這樣子 我覺得這是它這個 Jam 的主要核心 但它還有另一個部分 就是當今天有 Either-load Query 就是它檢查到問題發生的時候 它用各式各樣的方式 就是它給你各式各樣的管道 去提醒開發者說 Either-load Query 發生了應該要處理 類似相對的狀況 對 那這個部分 它其實有拆成另一個句 叫做 Uniform Notifier 這樣子 那我們就簡單的看過一下 就是當我把它 Junior 出來 它會給我的一個 Copy 那我們可以用各個方式 在各式各樣的地方 提醒開發者 比如說我們也可以另外 有一個 Bolling 的 Log 或者是 Roles Log 裡面 可以放 Bolling 的 Detected Log 這樣子 然後除了之下還有什麼呢 還有 Gs 的 Alert 就是我可以跳個 的人說 發生 N 加 E 了 給我處理這樣子 然後再來還有 Estimable Deep 然後像剛剛這兩種 它會直接在 Roles 在 Rack 的 Middleware 裡面去塞一個 就是 Middleware 然後去幫你把這些東西 就是塞進的那個 就是 Response 裡面這樣子 對 然後這邊就可以塞一個 Deep 跟你說 發現就是有問題喔 這樣子 然後再來還有 Console 這個是 Web Browser 的 Console 就是它也可以在這個地方去 說 Detected 然後可能針對像 XHR 的 Request 也可以這樣子去提醒這樣 好 總之呢 我覺得 Bolling 的有趣 就是它的 Beautiful 就是 Notify 可以接很多東西 還可以接入落化這些 Slack 然後在各種地方 就是在強迫開發的時候 你給我注意這個 Directree 發生喔 類似像這樣的現象 所以我讓我覺得 是一個很有趣的工具 那最後我們簡單的總結一下 我們前面有做一個 自食示意在說明 ORM 跟 Active Record 然後也有大概講一下 為什麼我覺得會有 有彩虹的現象發生 然後提了兩個案例 就是 Slack 會是 Neo 的狀況 可能會有大家預期的行為 那麼多看文件可能可以改善 那還有像 Mongo 的這一個報告 我們可以透過觀察 就是 Load 方式去瞭解問題的 是怎麼發生的 再來就是 Crickage 跟 Crickage Stim 這兩個 平常大家可能在用 但是沒有發現的有趣的機制 最後再重新展示 更加 Crickage 的部分 那我的獎品就到這邊 謝謝大家 謝謝大家 然後最後就是 如果有什麼問題可以來找我 我們可以就是討論討論 或者是如果大家有什麼 團體之類的 就是想要分享 我們可以做個討論這樣 好 謝謝 好 謝謝 謝謝江澤 那還有一點點時間 就是看大家現場有沒有什麼問題 然後提出來討論 如果沒有的話 那就先休息一下 然後江澤良也會在前面做的 那有問題的話可以 大家可以找他聊聊 歡迎來找我聊天 然後我們下一場的一層詩2點10分 要講的是面對的一層 好 好